大家好,我是柳sir,我今天会示范做5级获利检测试的2021B那份卷 开始之前麻烦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和赞好这段视频 这样就可以支持我了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一部分的1.1就问你时间订阅的 叫你选一个正确的时间订阅给前面这个小节 就是这样,你可以先看答案 你可以数一下是否有12个8分音符 还是有9个8分音符呢?还是有5个4分音符呢? 你去数一下,数得正确的答案 前面这里有1个8分音符 这里4个加上1个8分音符 这里是8分音符 3个8分音符合在一起呢? 我就猜它应该是复拍子 所以应该是9个8分音符 这里继续吧 这里又有一群 我猜它也是3个8分音符 这里一个 这两个加上2个8分音符 它又是3个8分音符一组 后面这里呢? 这个优子符加这个 16分音符 又是8分音符 这个又是8分音符 这个优子符又是8分音符 加上就有9个8分音符 所以答案是900 9个8分音符 那这一种呢 一会儿都会出现的 这一个 有点像这一个 即是呢 它是两个一群 有一个有负点 有一个加1分音符 这个你要记一记它 那你就会二数点 例如你看到 一个有负点加一个1分音符 你就知道它是2分音符 或者它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4分音符 这样 或者它是再小一点 多一片的 它就是2个8分音符 因为它们会整天一齐出现 一齐出现 你就可以 早点认到它们 就不用到时才数 好 B这题了 那我们又看了答案先 那你数一下它是否有4个2分音符呢 还是有9个4分音符呢 还是有7个4分音符呢 那我们先数一下4分音符吧 不如试试数一下4分音符先 那这里是一个 这里三连音是一个 为什么我由后面开始数呢 因为这个难数一点 那你可以试试由后面开始 都可以的 这里是一个 这里呢 这两个8分音符加上是一个 所以这一组呢 加上是两个4分音符 好了 那我已经数到1,2,3,4,5,5 那我真的要知道你究竟是什么 这一个呢 三连音的 三连音的4分音符呢 其实就等于 两个4分音符 那么多 时间的数值是一样的 那又要记得它一够 所以这个呢 又是两个4分音符 那我数到全部4分音符 1,2,3,4,5,6,7 7个4分音符 那我就选7,4 好 最后这个 可以看答案先 三个8分音符 还是两个4分音符 还是三个4分音符 那我看到它的时间数值呢 都很小 就是很多匹 不像是用4分音符 做单位 那我试试数一下 8分音符 做单位 这里一个8分音符 然后呢 这里呢 有些32分音符 三迭 四粒三迭 连乎的优子符 有四粒三迭 四粒三迭 就是两粒 两迭 就是一粒一迭 又一个8分音符 两个8分音符 这个呢 就刚才叫你记住 这个 就是这一组 就等于两个16分 又就是等于1个8分 所以加上有3个8分音符 那我又选这个答案 300 1.2 1.2 1.2呢 今次就叫你 複拍子 Combine Time 转做 Simple Time 他问你下面三个小节 哪个做得对 那首先你 改了那个 Time Signature 应该改做什么呢 那这个 规矩就是 如果你複拍子 转单拍子 所以 上面的数字呢 上面的数字呢 就会 除以三的 下面的数字呢 就会除以二的 所以600呢 你就要变成24 那如果 反过来就应该要乘数 那现在是複拍子 转单拍子 600呢 你应该要转成24 那如果是98呢 那你就要变成34 如果它是96呢 那你就要变成38 那规矩就是这样 所以这题呢 我只看过Time Signature 就只有一个 因为不会是44 又不会是22 那我就找到24是答案 所以就一定是这个 不用看音符都知道哪个 那其他东西会怎样变成呢 就是如果你找到三个百分音符一组的东西呢 好像这一块 是一个三个百分音符的组合 那你变身之后呢 应该加个三字 那这个呢 有个二字的二连音呢 你就不要个二字 它就撕走了 所以就是 三号答案是对的了 1.3 1.3 它就说 在四四拍子里面 就是四个四分音符一小节 的拍子里面 这个四分音符的三连音 相等于多少个四分音符的四分音符 等于多少个四分音符的一拍 那这个呢 三年音符的四分音符呢 就等于两个四分音符 刚才我们也找过这个 和刚才这个 1.1b 都出现过这个 有没有一样 同一样东西问你两次 都挺谋的 如果你不懂 可能两题都不懂 那所以这个三连音呢 就等于两个 四四拍子里面 D9三连音 等于多少个四分音符 就两个 答案就是2 1.3b 它说brave 是相等于多少个四分音符 brave就是这种 这个是叫做brave 那它呢 就等于两个四分音符 两个全音符 那一个全音符呢 又等于 就是这一块 又等于四个四分音符 那每一个四分音符呢 又等于16个这些 这个数学题 加上就等于三十二个 整个整个四分音符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那这个 那这个 对了 你要知道这一步呢 就是做这个了 答案 答案是三十二 1.4 1.4 1.4 它问你 再放大一 1.4呢 它就问你grouping 就是那些音符呢 它有些就编在一起 那有些就分开 究竟哪一个组合的方式是对的呢 就问你这个 三个答案 一个对 那这个C字呢 的拍子记号呢 就是四四的意思 就是一个小节呢 会有四个四分音符 那每个四分音符呢 一拍呢 它这16分音符呢 的边就要一组的 每一拍呢 就一组 那个group 那就不要将两拍group 在一起 应该要这样分的 如果它们不是属于同一拍 你就不要将它这样连组了 那就会不对的了 那我们看一下哪个做得对吧 这个16分 这里有个八分音符 所以这里八分音符呢 就是两个16分 所以这一group是对的 分得对的 那变了它就不对了 它和上面不同 它在这里一拍 第一拍和第二拍的分架线在这里 那它就编在一起 那就不对了 所以二号答案不对 三号答案对的 这个位置 和一号答案一样 那继续吧 二号答案我们不要理它了 它不对了 这个位置是对的 这里是第二拍的 这里是第二拍的 大家都对的 第三和第四拍 它是要分开的 第三和第四拍要分开的 那它也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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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正确答案是 第一个了 1.5 1.5 1.5就问你 grouping 那些优子符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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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就被剔 不对的就被交叉 好了 那我们先看了拍子记号 它又是六四的拍子记号 所以一个小节 会有六个四分音符 那些优子符 都应该是这样分六个的 因为它是幅拍子 那么它比规矩 就是它三个四分音符 就是这些四分音符 不是真正的一拍 它是一个小一点的拍子 那它三个就会组合成为一个大拍子 所以这六四拍子记号 其实有两拍的 真正的一拍音符是这种 那如果它在一个大拍子里面 整个大拍子都休息 它就可以用一个大粒的 休止符 那如果不是整个拍子都休息 那你就要 分开些四分音符 一个一个的休止符 就是这样 那我们看看答案 对不对 看看这些题目 对不对 那这个第一个小节 这里一个四分音符 那它将第二和第三个四分音符 加起来变成一个停 那是不对的 因为它应该分开第二和第三个小拍的 那个休止符 所以正确应该要这样画 分成两个四分休止符 它用一个二分休止符 就是不正确的 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就当它不正确 第二个小节 它这里就将一段停顿的时间 分开三个休止符 那是否正确的呢 那是正确的 因为呢 它首先演奏了一个八分音符 那它先填一个八分休止符 完成了一个四分音符 第一个四分音符 好像这个 好,接着它就可以写一个第二个四分音符的休止符 第二部分在这里 第三部分呢 它就在后面演奏八分音符 那前面就填一个休止符 那它的画法是对的 应该是要分开三个休止符 写的 如果它用完一个休止符 可能全部一次过停了它 那就会不对的 分开写是对的 好,继续 第三个小节 这个八分音符 加上负点四分音符 就是两个四分音符 好,后面接着就全部休息了 那首先呢 它就应该填一个四分休止符 那就完成了一个大拍 好像我这边 完成了前面这个大拍 那后面那个大拍 整个大拍都休息了 所以它可以用这一个 就是它现在用的这个 那是对的 如果它将这个 混在一起写 可能它整个小节都休息 不是整个小节休息 它用一个休止符 表示了这两个休息 那就会不对 现在分开写是对的 那我就给它一个点 就是这样 好,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问和音符有关的东西 第二部分呢 pitch 2.1它问你这个是什么音 呢? 现在是中音普号 中音普号的中音普号的中音普号 中音普号的中音反映就是这个 這是C音来的 那你數一下下边的是什么音 C B E,A,G,F,E,E 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无论是autoclap还是tenner clap 中间夹着这条线 这两个调转的C字夹着那条线就是Middle C 上面的C字碰着的是G 下面的C字碰着的是F 如果你记得这条线就数得更快 这个是F,下面的E 答案就是E 2.2 他问你 后面三个答案哪个才是正确的 Anharmonic Equipment 和前面这个音的关系是Anharmonic Equipment 你先写所有音名 现在低音谱就好了 C音就在这里 这个是C音 C音 那你就数到这个是G G G 旁边这个呢 F double sharp 这个是F sharp 这个是G double flat 这边哪个音和它是Anharmonic Equipment 你就可以画一个键盘出来 就会清楚些 如果你不是弹钢琴的同学呢 你就画键盘清楚些 因为你没有那么熟悉钢琴的按钮 Anharmonic Equipment 就是它们的音的名字不同 但它在钢琴上 你会按到同一个键 其他乐器也是 会演奏同一个音的 那你就将这个音名填在钢琴上 G flat就是 这个是G G flat在这里 F double sharp 答案呢 F double sharp F音在这里 F double sharp就是这一格 不是同一格 F sharp就是这一格 他们住了同一格 那就是对的答案 走在同一个键上 就是Anharmonic Equipment G double flat就是这个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F sharp 2.3 移钓 移钓首先就是看题目 他就叫你向上移 Perfect Fifth 那移钓题目呢 他会有个 乐器名在这里 你不要理这个乐器名 他说的乐器名是什么调 你都不要理它 你找问题的这一部分 究竟向上还是向下 以及移多远 今次是向上移五度 好 第一步就是看题目 先找了这个字 第二部分呢 你就要知道原本首歌是什么调 就看原本首歌的key signature 是什么major key 你不用理它是不是minor key 你当它全部major key 就可以了 四个降号就是 A flat major 你原本首歌是A flat major 第三步呢 你就写A flat major 音阶出来 写广一点 A flat major 四个降号 B E A D 这就是A flat major 第四个音阶 第四个步骤 你找新的调 应该是什么调 他说向上移一个perfect fifth 就是你原本首歌的大调音阶 的五号音 你直接找五号音 五号音 一二三四五 这个五号音 五号音就是你新的调的key 五号音现在E flat 那我新的调应该是E flat major 是否找新的key是最危险的 你找对的 就会是 做得对的答案 我现在新的调是E flat major 那我就写E flat major 音阶 在这个下面 E flat major 三个降号 B E A 你把音一个一个对准一点 不要对了隔壁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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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前面的工作就完成了 接着就可以去看题目这边了 那你先把这个原本首歌的音名 先写出来 这里有F音 这个也是F音 这个是B natural B音 这个是C音 C音 它没有被银好影响 所以它是C音 好了 接着你就把那些音 我写过来这边 现在有F F B 那你就看看会变成什么音 我这两条音阶的作用就是 你在上面那个谱 遇到的音 会变成什么音呢 就是它下面那个 新的音阶的音 例如第一个是F音 F音会变成什么音 那你在上面找F音 就在这里 F音就会变成C音 所以我就应该把它改成C音 那旁边这个F音 就应该也要改成C音 B音要改成什么音 我去音阶里找 Bb就改成F 我现在不是要Bb 我要B Bb改成F 那B就是高了半个音的Bb Bb高了 那我这个F也要高半音 高半音的F就是F 所以B音应该改成F 好,第四个 C音呢 就是这里 C音会改成G音 C音会改成G音 好,我自己改好音 我就去题目那里 首先呢 这个Key Signature 对不对呢 那我新的调是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应该有三个降号 那他给了一个降号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好,第二个呢 这个是C音 那就是C音 那就是C音 我要一个C音 那他就对了 旁边这个又是C音 跟我找的答案一样 旁边这个是F sharp 跟我找的答案一样 可以检查一下 他那些音是否向上移五度 因为题目叫你向上移五度 所以那些音符全部都是向上移五格的 向上面移五格 如果他给了一个向下面移五度 他就走到下面 比原本这个音低了 那就不对了 他现在叫你up 全部音都要向上移五格 那答案就是这样 2.4 2.4 那这条呢 他就问你 比较这三个小节 的音高 然后答下面的问题 那你先找出上面这三个小节 中间C在哪里 然后呢 看看他开始的音 这个算了 和中间C的位置的比较 例如这个A 小节A 低音普号的中间C 看看 我先关掉那个尾距 我不要这个背景模 好 对 继续 继续 小节A 低音普号的中间C 是这个位置的 那么旋律是低于中间C 开始的 这个是中间C 旋律第一个音是低于中间C 的 小节B 高音普号的中间C 是这个位置 旋律第一个音是高于中间C 所以这两个不是同音来的 A和B 是B的高一点 小节C 中间C 中间C就在第三条线 那旋律 旋律音也是高于中间C 所以它和B小节是同音高 B和C是同音高 A和它们不一样 是低音一点 那我们去答问题 谷律A 它就说A和C 同音高 A和C是同音高 那不是 小节A是低音的 那它们不是同音高 B B B是一样高于C B是比C低一个白度 就不错 我们找出B和C是同一个白度 同音高 所以就不错 C,A is one octave lower than B,A是不是比B低一個百度呢? 那就是的,B就是在中間C上面開始 而A就是在中間C下面開始,他們相距就是一個百度 A是比B低一個百度,所以是true的 第三部分,3.1 問你哪一個正確地寫出Bb minor的key signature 它全部都五個降號,你也不用想Bb minor多少個降號 都是五個降號,但誰畫得正確呢? 好,第一個答案,它中間譜號 我們先用五個降號的次序 應該要是 五個降號的次序應該要是由後面寫回 數回來的B,E,A,D,G 那些降號應該是B,E,A,D,G這樣畫的 所以第一個答案,第一個Bb是正確的 第二個Eb也是正確的 但第三個Ab應該要畫在下面這裡 習慣是畫在下面這裡 它畫了上面這個,所以就不對了 我紅色的降號才是正確的 好,高音譜號 第一個是B,第二個E,對的 第三個A,第四個D 第五個都是Ab來的 那就不對了 第五個降號是不對的 低音譜號 第一個是B,E,A,D 第五個降號,雖然它是Gb 但是習慣要畫在下面這裡 這個紅色的位置才是正確的 它畫在上面那個就不對 第四個答案應該是對的 B,E,A,D,G 有些音是對的 還有它的形狀也是對的 它的形狀是這樣的 它是對的 3.22輪到聲號了 今次有多少聲號? 六個聲號 聲號的次序就是F,C,G,D,A,E 一定要順著這個次序 而且這個位置要是對的 第一個答案,高音譜號 F,C,G,D,A也是對的 第五個都是E 音是對的 不過呢 第六個聲號高音譜號 大家習慣要畫在上面的位置 要畫在這裡才對 那麼它畫在下面就不對了 第六個聲號畫錯了 低音譜號了 這個對的 F,C,G,D,A 這個E走上來 這個次序,音也是對的 始終音譜號 這個是F,對的 C,G,D,A C,G,D,A 哦 次中音譜號 第六個AE 應該是在上面的 次中音譜號的形狀是這樣 那個F,C,G,D,A,E 要是向上Z形的 它現在向上 最後這個跌了下來 就不對了 應該要在上面的 所以它不對的 中音譜號 我看到它的形狀不對 不過它第一個Shop都不對 第一個畫了C Shop 第一個Shop 第一個Shop是F Shop 所以它不對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低音譜號 3.3 3.3 它就問你這首歌是甚麼調 但是它就沒有給你Key Signature 它將那些聲過號畫在音符前面 用了Ascidental 那你要自己找出它究竟是甚麼調 那你做的方法呢 就是我做的方法呢 就是我寫這個F,C,G,D,A,E,B出來 然後呢 看看有甚麼音聲降了 我就在那些音名下面做個記號 這裡有E弦 又有B弦 又有E弦 又有B弦 我整齊了 那如果那些降號很整齊排在右邊 或者那些聲號很整齊的全部排在左邊 那你就 知道那首歌是major調 你猜它是major調 那現在呢 有兩個降號的major調 就是Bb major 所以我選Bb major 好,B 我又寫F,C,G,D,A,E,B 好,這裏有甚麼聲號呢 有低音譜號 D-Shop C-Shop 有G-Shop A-Shop 還有B-Shop 這次不複雜的 好,總之它就不整齊 它不是很整齊排在左邊 首先它沒有了F-Shop 沒有了F-Shop 的原因可能它根本沒有出現F-音都不定 你看它沒有用過F-音的 所以你看不到F-Shop 可能因為 手歌沒有用過F-音 就算不算F-Shop也好 它這個E-Shop 它有出現 E-Shop 它有出現 但是沒有F-Shop 總之就不整齊 不整齊 你就猜到那首歌是Miner 不是Major 已經查了兩個答案 究竟它是G-Shop Miner 還是C-Shop 因為它沒有出現F-Shop 我猜它App也還在Shop 有可能在Shop 不整齊的音就是B 它不整齊的音 你就猜它是Miner調的7號音 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你寫一個Miner音階 我不用 我用Number 1,2,3,4,5,6,7 去一音 如果你寫一個Miner音階 而它的7號音是B-Shop 那它是甚麼Miner呢 你就找回1號音 7號音和1號音的關係 英文字要是下一個英文字 B下一個英文字是C 應該要C字的 然後它兩個音的關係要是半音 B-Shop和C是同音 你可以畫鋼琴 剛才畫過鋼琴 B-Shop B-Shop在這裡 這裡 你要用一個C字 去形容和半音關係的音 就是這個音 那它要是C-Shop 那它才是半音關係 那你就找到1號音是C-Shop 那就是1號音是C-Shop 1號音是C-Shop Minor 1號音是C-Shop Minor 1號音是C-Shop Minor 就是C-Shop Minor 所以答案是C-Shop Minor 就是你找到那個不整齊的音 最奇怪的那個 你當它是 minor音階的抽號音 那你找到那個1號音出來 就是首歌應該的調 就是C-Shop Minor 就是這樣 繼續 好,這題 我又寫F-C-G-D-A-E-B 有什麼聲音 有App-Shop 有C-Shop 有C-Shop C-Shop C-Shop App-Shop 那這次很整齊的 聲號排在左邊 沒有那些零點的聲號 那我就猜它的是major調 兩個聲號的major調 就是D major 有D Major就選擇D Major 就是這樣 等一下,我寫錯了 這個是A Shop 差點看錯了,這個不對 A Shop C Shop是對的,F Shop 差點做錯了 現在不整齊? 不整齊我猜它是Miner 選擇了兩個Major的答案 究竟是B Minor還是F Shop Minor? 不整齊的音 就是你那條Miner音階的7號音 那旁邊1號音應該是什麼音? 它跟7號音的英文字應該要高一個 A接著要到B 而且A Shop要跟下一個音名是半音關係 A ShopB已經是半音關係 所以這條是B Minor音階 B Minor音階 所以答案就是B Minor 7號音是A Shop 1號音就是B 所以這個就是B Minor 我就選擇答案B Minor 很危險,差點做錯了 繼續 3.4 A Ab Major 它要你寫一條A Ab Major 它就漏空了兩個音 那你就自己完成一條A Ab Major 自己寫一條A Ab Major 先不要理會它的答案 A Ab Major A Ab Major 就是4個降好的 4個降好就降B E A D B E A D B E A D 好,那就看看留下兩個是什麼音 X那個應該是E Ab X那個應該是E Ab Y那個應該是B Ab 答案就是這樣 3.5 3.5 3.5它就說這條是Miner音階 一條A Ab Major 2.5 那我們做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我們首先檢查前面五個音 先 每條音階的前面五個音 因為 minor 音加前面五個音 全音半音關係一定要是全半全全的 首先檢查了頭五個音 如果不是全半全全的答案就不對 你便找出誰是全半全 通常都找到正確答案一個 我們試試例如A這條 如果放一個高音譜號 如果放一個高音譜號在這裏 現在這個就會是D音 接著五個音就會是D E F G A 第三個音降了 這五個音是否全半全的關係 全半全全是否是呢 D E是全音來的 但E和Fb不是半音的關係 我找回那個鍵盤給你看 可以重新畫出一個鍵盤 我找出來做這條也可以 E和Fb E在這裏 Fb也是在這裏 它是同音來的 為何是半音關係呢 所以就不對了 高音譜號就不是正確答案 繼續 如果我放一個低音譜號 會怎樣呢 如果低音譜號 這個是F音 如果低音譜號 這個是F baked 然後有的時候 Bs Gs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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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不是全音了 A flat B在這裡 不如我用鋼琴 考試就不可以有鋼琴在這裡 不過你可以自己畫的 現在我用鋼琴按給你看就最清楚了 A flat B A flat B在這裡 B在這裡 它們不是全音來的 它們中間夾了兩格 夾了兩個音 所以就不是全音 不是全音 所以低音譜號都不是正確答案 好,我們再試中音譜號 Auto clef 如果是Auto clef 第一個音是E E F G A B G flat 檢查一下全音半音的關係 E F是否全音呢 就不是 E F是半音 所以中音譜號都不對 好,試一下Tenner clef 試一下Tenner clef 如果放Tenner clef 在這裡 第一個音就會是 E F C,D,E,F,G C,D,E,F,G 第三個音降落 這個是Cm頭五個音 C,D,C,D是全音 E Eb F B,E,F B,F B,F B,Fник G 因為音階向下 所以頭五的音階在右手邊這邊 小心點 所以頭五的音階在這邊 好 如果放一個高音鋪號在這裡 那這個是D-Sharp 所以就是D-E-F-G-A 這個Sharp這個Sharp這個Sharp 要是全半全全的 檢查一下 D-SharpE-Sharp是全音 但是E-SharpF不是半音 E-SharpF是同音 所以高音鋪號不對 低音鋪號呢 如果低音鋪號這個是F-Sharp F-G-A-B-C A-C升上了 好 全音半音次序 F-SharpG-Sharp是全音 G-SharpA是半音 AB 是全音 B C Shop也是傳音 低音店是對的 試試其他 如果是AutoCraft 如果AutoCraft是E Shop 旁邊就是FGAB E Shop F Shop是否傳音 就不對 F Shop E Shop是半音 不用看 大家記得 還有一個Tenna C-C 如果放一個Tenna C-C C-D-E-F-G C-D-E-F-G C-D-Shop是否傳音 對 D-Shop E是否半音 E-F-G E-F是半音 不是傳音 應該要有一個傳音 但現在這個是半音關係 所以不對 所以正確答案就得低音譜號 正確答案低音譜號 最後一題 這個音階也是向下的 所以頭五個音在右手邊 全、半、全、全 如果放高音譜號 這個就會是A音 Am 就不會對,Am不應該有聲降號 現在第3和第4有降號 A、B是全音 但B、C弦就不是半音 B、C弦是同音 高音譜號是不對的 低音譜號 等一下 好像做錯事 沒錯,我又做錯事 再想清楚 再一次 如果高音譜號 然後呢 這個是F 不是A F、G、A G錯能改 事目大現 做錯了又改 好,再來一次 高音譜號 全音是對的 G、A弦是半音 A弦 B弦是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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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的 好,繼續 如果低音譜號呢 如果放一個低音譜號 如果放一個低音譜號 這個就是真的A音 剛才找過人 如果A音 A音開始的話 就不對了 因為這個B、C弦不是半音 所以就不對了 繼續 中音譜號 如果放一個中音譜號 如果放一個中音譜號 這麼複雜 也不要緊 你認不到這個音 你可以認到最後這個 因為頭尾應該是同音 如果是中音譜號 這個就是G音 所以這個應該是G音 G、A、B、C、D 我們先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全音、半音的關係 G、A全音是對的 A、B弦是半音 B弦、C弦不是全音 B弦、C弦是半音 是不對 我們現在是Tenor clef 我們現在在後面這個 如果是Tenor clef 這顆是E 所以這顆也是E E、F、G、A、B 降了第三、第四顆 E、F是半音 但我們應該要全音在這個位置 所以不對 好,正確答案就是高音譜號 只有一個對的 就是這樣 萬一有時候你會找到兩個答案都對的 只是計算頭五個音 可能找到兩個對的 那你就要檢查剩下六號、七號的音 看看哪一個是正確的minus scale 不過通常絕大部分情況 你都會找到一個答案 看看你可不可以 好,3.6 3.6 它就問你半音階 下面這個半音階 它寫得對不對 那 先把音名寫出來 這個是G 來的 Gb F F Fb E Eb D Db C Bb A Ab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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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E,F,F,G,G,A,Bb,C,Db 首先第一個規矩就是頭尾是否同音名 對,他們都是Db 第二個規矩就是所有英文字都應該有經過的 不要跳過有些英文字 這裏是D,E,F,G,A,B,C,D 順次序,所有英文字都有出現過 那就可以了 第三個規矩就是那些相同的英文字 不要連續出現三個 最多是連續兩個 如果你看到G,G,G就不對了 G,G是對的,FF也可以 D,D,E,E 它沒有出現三個,還是對的 好,就到最後一步了 看看它是否真的一條半音階 比較清楚的方法就是畫鋼琴出來 在粗糕紙上 畫得大步一點 即是那些黑色鍵畫闊一點 好,畫完後便把音名填在鋼琴裡 第一個是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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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E 那你就順便看看那個按鈕是否真的可以叫這個名字 譬如E,這個按鈕可以叫E 那就OK了 這個按鈕真的可以叫E 後面這個是F Fshop G Gshop A Bb B C Db 2,它的音名是正確的 這個按鈕的名稱是正確的 而且一人就佔了一格 就沒有兩個音迫在同一格 很整齊,一人一格 這個半音階就正確 好,3.7 3.7就問你那些技術名字 問你前面這個音符 是不是後面這句句子 所描述的那個音 好 A這個是Fshop 低音譜號 Fshop 他就說這個是 Amaj的submedian submedian是6號音 你就寫Amaj的音階 Amaj的音階應該要升三個音 同性F,G,C 那他的6號音呢 就是這個 6號音Fshop 他給那個是Fshop 所以就是True B B 這個是A音來的 低音譜號,A音來的 剛才也是差點看錯這個 低音譜號這個是A音來的 他說這個是Fm的median Median是3號音 Fm的3號音是誰呢 那你寫Fm Fm音階 Fm有什麼聲音降號呢 Fm就跟 Abmaj是朋友 他們一樣的聲音降號 Abmaj就降 4個音 B,E,A,D 好,這條就是Fm 3號音就是這個 以3號音要是Ab 他給了A音 那就不對 所以就Force 好,最後 C提 這個就是 F 高音譜號,這個是F 他問你這個音是Bm的 Dominant是5號音 Dominant是5號音 Bbm,我自己寫Bbm Bbm 他的relative major是 Dbmaj Bbm和Dbmaj的朋友 他們都是這麼多個聲音降號 Dbmaj就是5個降號 5個降號就降 B,E,A,D,G 我完成了Bbm音階 而5號音 就是F 題目那個是F 所以就是True 就是這樣 第四題 第四個Session 問你 Interval 就是音程 Bbm 好,第一題 A 首先寫了一些音名 下面這個是F 上面這個很高 這是什麼音 這是E E 超過一個8度的E F數到E F數到E F,G,A,B,C,D,E F數到E是7度 但現在已經超過一個8度了 所以再加一個7度 應該是14度 14度 或者叫做 Compand 7度 14度或者Compand 7度 所以13度這個答案不正確 9度答案也不正確 好,剩下兩個答案給我們選擇 好了,那究竟是M0maj呢 好,那我就寫音階 那下面那個音有聲號呢 我通常都不理會那個聲號 即是我用Fmajor去找答案 用Fmajor音階去找答案 那我寫Fmajor音階 所以 F和E 就是正常的7度 好,你在一個大調音階找到的那些音程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7度我們叫做major F到E就是major7 但題目呢 問那個是Fsharp和Esharp 那你就比較一下F和E 現在左手這個是F音 右手這個是E F和E 這個距離就叫做major7度 現在F就sharp了 我sharp了F 那就閘了 E又sharp一格 E又要變E 那就寬了 所以這個距離是一樣的 F和E的距離 F和E又sharp一格 F和E又sharp一格 它們一起向左邊移動了 所以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都是major7度 所以答案應該要是major 不是minor的 正確答案就是comp and major7 繼續 這個是什麼音呢 F E Eflat 因為前面這裡有Eflat 這個也是Eflat 那就8度 perfect 8度 大家都Eflat 繼續 這個是C音 這個呢 Fflat 超過一個8度 那麼遠 C音 因為有一個C音在這裡 這裡有C 超過一個8度 C去F就是4度 CDEF 就是4度 超過一個8度就加7 所以13度 或者叫做comp and 4度 看看有沒有錯的答案 咦 7加4 7加4 計錯 7加4 11度 11度 或者comp and 4度 comp and 4度 11度 10度兩個答案都不對 好了 剩下兩個答案給我選擇 然後我就寫由下面那個音開始的大調音階 我寫到F音也可以 C Major音階甚麼聲音都沒有 所以C去到F就是正常的4度 正常的4度叫做perfect Diminish C6 現在題目給我的那個是F C去F是正常距離 如果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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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就是窄了 窄了的perfect就叫做Diminish 所以我就選擇Diminish11 好 繼續 4.2 他就不用你給他一個數字 但他就問你這個數字前面的 Quality 那個字應該選哪個 不過你都要 自己找出正確的答案才知道 整個 音程你都要知道 D 4.2a 這個是G 低音譜號 上面這個Bb 多少度呢 Gab 3度 那你不用管他是不是Combard 因為答案都不需要那個數字 然後我就寫下面那個音開始的大調音階 Bb Gmajor 只有F 所以3度就應該是G和B 正常3度 就是Major 3 G到B就Major 3 但現在題目是G到Bb Flat G到Bb 就會窄了 因為B音要Flat Flat就要向左邊 變成Bb 這就令到這個Major距離窄了 窄了的Major距離就叫Major 所以這個是Major3 Combard 我想也挺難的 因為又有Shop在下面 B這題下面是GShop 上面是Bflat 數英文字多少度 Gab 3個字就3度 然後就寫下面那個音開始的大調音階 又是G和B 上面又是G和B 這個又是G和B Gmajor 下面那個音有聲號我就先不管那個聲號 那就沒有GShopMajor給我用 那我就先用Gmajor Gmajor有Fshop 那3度就是G和B 正常3度 Major G和B就是Major3度 那現在題目就有點複雜 那現在題目就有點複雜 那是G-Shop和Bflat 我把這個三度抄過來這邊先 找個闊一點的位置 G-B G-B就叫做Major3度 這個距離就是Major3度 那現在題目的是G-Shop G-Shop就會向這邊移動 它會令到距離窄了 對吧 而上面的音是Bflat B變Bflat 又會向那邊移動 G-Shop Bflat 所以如果你跟G-B比較 G-Shop和Bflat 是雜了兩個半音 Major雜了兩個半音 就要用Diminish的字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Diminish3度 那就選擇Diminish Diminish3度 C-A題 下面這個是 低音譜號E音 上面這個音是C 但是前面有一個C-Shop 所以這個C-Shop 好了 你用完這個Key聲音證 看這些音有沒有升降之後 就不用理會 然後你數多少度 E F G A B C 6度 然後我就寫大調音階 下面那個音開始的大調音階就是E Major E Major有四個聲號 完成E Major音階 6號音就是C-Shop E到C-Shop就是正常的6度 正常的6度叫Major6 4.3號音階 4.3號音階 3號音階 7號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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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G A B C D 應該要是D音階 先畫D音階 7號音階 有一個出角色 T-Shop 3號音階 8號音階 2號音階 4號音階 8號音階 8號音階 7號音階 8號音階 9號音階 8號音階 那是diminished 7,他不要major 7,他要diminished diminished是要摘兩格的 那這個E字又不能動,所以我可以動D字 Dsharp先摘一格,就叫做minor 7 再摘多一格,才是diminished 7 所以我要將Dsharp先變成D,再變成D flat 這個距離才叫做diminished 7 所以答案是d flat 我這邊再畫一次給大家看 E,他的dsharp就叫做major 7 那如果我要minor 7,E字又不能動 那我就只可以將dsharp變成D 那距離就會窄了,就叫做minor 7 那我要再摘多一格,變成diminished 7 就是將d音再加一個flat 那這個音程就叫做diminished 7 所以d音要加一個降號 b 這個高音號的dsharp 那他要major 2 兩度就是E音,所以我先畫一個E音 然後寫大調音階 從d音開始的大調音階 d major就是fc 那個兩度音就是E d到e就是major 2 現在題目呢,下面的音是dsharp 那我還要保持major 2這個距離 dsharp了,但我又想要major 那我們的E也要sharp 保持major的距離 所以我再畫一次 我再畫一次給大家看 d,e就是major 2 因為我d major音階 找到d,e是major 2 題目呢,下面給我的音是dsharp 那令到距離窄了 dsharp 但我還想要major 2 那我可以移動E這個音的 我E移動 那就把距離窄 距離就跟major 2一樣 所以dsharp了,我的E也要sharp 那我就把E移動 就可以畫到major 2出來 繼續 c 下面這個音是低音譜號bb b of C b b 650 4度應該要是e音 我先畫一個e音 好,接著要確認一下 要看串流得更星kon 我從下面那個音開始寫成大調音 就是b flat major B flat major bm Station B flat major 就是正常的四度,叫做perfect 4 但我現在要augmented 4,要比這個距離要闊一點 B弦不用動,題目的也要B弦 我可以將這邊動,將E弦動闊一點 升高E弦就變成E音,所以要放E音在這裡,就是augmented 4 我不加升降號,這個已經是E音 答案就是E音,不用加升降號 最後一題,連續做實題音程也挺累 下面這個是B弦,因為前面在弦 這個弦影響了這個,你就不用理會 我先寫了6度音,Cumpal 6度音 多過一個8度的6度音 6度,B,C,D,E,F,G G音,G音就是在這裡 但我要Cumpal,再高一個8度的G音 就是這個G音,這個G音 到這個G音就是Cumpal 6 接著要不要加升降號呢 就看完這個字 我現在用minor6 我寫大調音階 由下面那個音開始的大調音階 是Bb,Bb,Major 前面這條也有Bb 用這個也行 用這個也行 不要了,重新寫 快點寫完了 已經 6度音就是Bb,G Bb,G就是正常的6度 叫做Major6 現在題目要minor6 即是要窄一點的音程 Bb就不能動 因為題目是Bb 我要掙扎它 G就要向這邊動 我要降低G音 我要給Gb才是minor6 所以答案就是Gb 終於做完音程 好 Section 5 Section 5就是叫你配和弦 這裏有一個旋律 叫你配合1,2,4,5和弦 首先首歌是什麼表 題目沒有告訴你 你自己想 一個降號就是Fmajor 那會不會是minor 你就看看有沒有臨時升降號 或者還原記號 沒有,沒有就是Fmajor 不會是minor 好,接著就寫和弦表 可以寫了音階 音階 Fmajor是音階 接著寫和弦表 1,2,4,5和弦 1號和弦Fac 2號和弦Gbbd 4號和弦Bbdf 5號和弦Ce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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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和弦Fac 如果最後是1和弦 前面這個只可以是4或者5 因為給5和弦 就能夠是perfect cadence 如果給4和弦 就placo cadence 2號和弦 就不適合 cadence 所以就不可以用2 4或者5 有什麼音呢 這裡有Bbdf 4號和弦Bbdf 4號和弦Bbdf 就可以中了這些音 只有C音不中 中了很多 如果擺5和弦CeGbdf 5號和弦CeGb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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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m´m Caro CeGbdf3號和弦CeGbdf 5號和弦CeGbdf C,D,F,D,Db,D,F4和弦 就中了这一粒,只有C1不中,如果是4和弦 如果1和弦F,A,C,F,A,C中了2粒 2和弦G,B,B,D就中了这三粒,4和弦就中了4粒 我选中的4和弦 不中那粒,C音不中,但它是passing note 它被两个和弦音,好像音阶那样,顺次序夹住 它是passing note,所以可以接受这个C音 虽然它不是和弦音,但也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选4和弦 最后这一粒,这一粒就不用跟Cadence 这里有ac,f,a,f,ac,f,ac,f,ac,1和弦中 我就选1和弦,所以答案就是这样 5.2,它就问你这个Cadence 这个乐句,这个是什么Cadence Cadence,你就看最后两个和弦 然后就决定它是什么Cadence 首先你就写了个和弦表才会更容易 Gmajor,它告诉你一首歌Gmajor Gmajor音阶 Gmajor和弦表 1和弦Gbd 2和弦Ace 2和弦Ace 4和弦Ceg 5和弦DfA 好了,首先看一下这一串 这一串是什么和弦呢?有什么音呢? Gbd Gbd Gbd是1和弦 1和弦 后面这个 有什么音呢? D,A,F,A D,F,A A就是5和弦 155和弦这个组合 就叫做Imperfect Cadence 好,旁边这一条 那就写音阶 D,Major音阶 接着和弦表 和弦表写在这里 1,2,4,5 1和弦是D,F,A 2和弦是E,G,B 4和弦是G,B,D 5和弦是A,C,E B 就是这样 接着看一下 是什么和弦 这一串和弦 这一串有什么音呢? G,B D,G G,B,D,G G,B,D,G G,B,D 4和弦 D D 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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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 F,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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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今次述和言的名字 首先首歌是什么调,看他有没有提你 有,他提了你,Key is C minor 如果他没有提你,你自己想 他提了你,C minor 所以你不要当E flat major 你要当它是C minor 接着就写和言表 C minor,三个降好 和言表 今次要写A,B,C三个英文字 你看 好 一和言,C E flat G E和言,D F A flat 四和言,F A flat C 五和言是G B D 五和言的三音是升高的 我写B在这里 好了,那我就可以看那些和言是什么名字 Cord A,Cord A有什么音呢 这里有,这里有两个F音 F,F,D 少了个音,只有F D F D,虽然它没有用A flat 但是也是二和言来的 因为没有其他和言可以中到F D 所以我就选二和言 那个世界英文字母 就看最低的音 今次最低的音是F 最低的音是F F音在二和言是三音 所以就选世界英文字B 所以这个是二和言的First Inversion 2B 我选2B Cord B 这里有什么音呢 有G,E,C G,E flat C G,E flat C G,E flat C 就是一和言 C,E flat G 最低的音是G G音是一和言的 五和言的五和言 所以用世界C代表 所以这个是一和言 通力和言的二和言 第二和言 1C 最低的音是G C C G G B G D B 5和言 5和言 最低的音是G 最低的音是G 5和言 最低的音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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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Domain Code 的 Root 位置 答案就是这样 好 Session 6 今天做得很慢 21 1.5 Session 6 2.5 2.5 3.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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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5 5.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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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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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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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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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阿士卡通話 下面這個 它的小粒音有兩粒 是跟原本的音 即是長的主要的音同一個音 上去高一個音落回來 這種叫做Upper Modern Upper Modern 如果真的畫出來 它會是這樣 就加一個這樣 可以多一下 隨便放它 Upper Modern 6.3就問你一些樂器的知識 是否看你懂不懂 這個Una Koda 是什麼意思 是否放開鋼琴的左腳掣 就應該不對 它是要踩鋼琴的左腳掣 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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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對 放走 就沒有了效果 應該要踩下去 所以踩下去才對 所以就 不對 不是開鋼琴 這個好像是一條弦的意思 即是 鋼琴的鋁 會敲到三條弦 每一個按鈕 高音的按鈕都有三條弦 那就會大聲一點 三條弦 這個就是你踩了腳掣 因為鋼琴就只會打到一條弦 那就會輕力一點 小聲了 所以就是一條弦 你踩腳掣才會一條弦 你開鋼琴的腳掣會去三條弦 所以就不對 繼續 B 它問長笛 是否高音過鋼琴呢 雙王管 對 牆頂是木管樂器最高音的 是嗎 還有Piccolo 不過是高音過鋼琴的 第三個 它說 French horn 即是圓號 會看高音譜號 Trabble clap 是高音譜號 是呀 高圓號是甚麼 譜號 是高音低音譜號 是高音譜號 這個奇怪字就是English horn 雙王管 雙王管是雙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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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英國管 英國管 雙王管 但他們是朋友 兩支樂器很相似的 英國管低音嚴悶度 雙王管 雙王管 他們都是 兩片黃片 雙王管 雙王管 所以就正確了 E Tuber不是最低音的 是弦樂器,Tuber也不是弦樂器就不適合 Tuber是銅管樂器 最後Session 7 Session 7放大一點 7.1 7.1說小提琴聲部第四小節 比較小提琴聲部第四小節 它叫你比較什麼呢? 你就看了這四句最尾 應該都一樣的 就是rewritten one octave lower 全部都一樣 即是叫你比較一下 原本這個小節 重寫一個百度低重 重寫一個百度低重 之後 哪個是對的 然後就選一個正確的答案 就是ABC 哪個是對的,可能多過一個是對的 就是這樣 這些重寫高百度低百度 比較高音低音 你就找一些中間C 題目這個 高音鋪的中間C 應該要有中間C 應該要 看一下這裏 A小節 低音譜號 中間C 在這裏 船率第一個音 就低於中間C C C也是 中間C 在這裏 它又是低於中間C的音 然後它很適合 ABC也是 correctly be written one octave lower 就選這個答案 好,7.2 7.2 7.2 會問你很多不同的 就叫你選 True False 看看句子是對的 那它說 這個音樂 是不是應該甜美的演奏 就看看音樂前面的字 這裡有Andante 是行路速度 Gracioso 是不是甜美 我也不太肯定 這個 Gracioso 這個字 但是Sweet 這個字 就有Dolce 這個字 我記得Dolce 是Sweet 那這個是不是甜美 我也不太肯定 那我不回答了 考試的時候 你不懂 你就撞一個 好 B這個 The first note in bar 5 小提琴聲部 小提琴聲部 第五小節第一個音 上面有一個 Upple的符號 這個 這個 不是 這個 這個是Dunbow 符號 這個是 鹽樂器的樂功符號 Upple符號應該是V字 所以那個不是Upple符號 不是False False False C 它說 鋼琴 最低的音 是不是A 鋼琴最低的音 是不是A 這個 這個 是最低的音 不過它是C 不是A 鋼琴最低的音 是C 不是A 選False D 它說 所有音符在鋼琴 這個 這個 譜 可以在 harmonic Gm 找到 全部音都可以在 harmonic Gm 找到 這個 比較複雜 我們怎麼破解它 就是 Gm 有什麼聲鋼 它的 relative major 就是Bb major 所以它們大家都應該是兩個降好的 大家都要降Be 兩個調都是降Be 所以你在原本這個譜 如果沒有臨時升降好的 那些音都會是Gm的音 因為它和Bb major 會用那些音 那不同的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Gm harmonic 會升到7號音 所以我們要找7號音是哪裏 Gm 音階 就會降Be 那由於harmonic minor 就會升高F-short 那看看是不是全部音都可以在這個音階找到 那我們看那些臨時機好得了 例如 這裡有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F-short 就是那個harmonic音階的F-short 它也是在Gmharmonic音階找到的 Gm F-short 咦 這個就有些問題 這個是E-natural 來的 但是Gmharmonic音階 不會 不會把6號音升高變成E-natural 只有 那些音階才會升高 這個音階變成E-natural 但是現在harmonic form 就不應該出現E-natural 所以它有E-natural 那我就選擇F-short 因為鋼琴聲部 不是全部音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的 有一顆E-natural 是這個音階找不到的 所以就選擇F-short Z-major和Gm的朋友 7.3 它說有什麼樂器可以 適合演奏到小提琴聲部 和同一個音高 小提琴是高音樂器 那我們應該選擇一些高音樂器 音樂器 Obo是高音樂器 看高音樂器 看高音樂器 Tinfoni是定音鼓 不會用定音鼓打小提琴旋律 很難的 Trumbo是低音樂器 沒有那麼適合 Bazoon也是低音樂器 沒有那麼適合 Obo是最適合的 那我就選擇Obo 7.4 它說有多少次 Supertonic Gm的Supertonic Supertonic 出現 在鋼琴的 右手 出現了多少次 Gm的Supertonic Supertonic 是二號音 Gm的二號音 就是這個 A就是二號音 即是要A音 鋼琴右手 聲部出現了多少次A音 我們來數 右手聲部是中間這一項 這一項 有多少個A音 1 2 3 4 下面 5 6 7 這個B音 7個A音 出現了 答案就是7 7.5 它說要填一個數字 到這個句子 A這題 它就說 這個 perfect 八度 兩個音 雙文 在旁邊的 perfect 八度 出現了多少次 在鋼琴的左手 鋼琴的左手 出現了多少次 八度 的 interval 呢 鋼琴的左手 就是低音的這邊 好 看看跳得很遠的那些 是不是八度 這些不是跳得很遠 三度而已 這個 這裡有一個 它由G音 跳下去 G音 就是八度 一次 接著 C音 跳下去 C音 兩次 一次 兩次 D音 跳上去 D音 三次 有三次 跳八度 好 7.5 最後一題 它說 在哪個小節你會找到Trill T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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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個是7號小節 7號小節 7號小節 好 這樣就完成了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有給個讚 拜拜